从小到大受过很多的减灾教育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用心听过 我今天给大家整理的采购物资优先级指南 是我在半个月之内的切身经验 我是搞音乐的不是什么减灾专家 我练的东西也只是个人经验及公参考 一句总结 如果我本人提前一个月看到这个视频的话 我会非常非常非常受用 我希望这条视频可以一直留下去 我相信会帮助到很多人 所以恳请大家不要在评论里说物资以外的话题 谢谢 好我们正式开始 我把物资的优先级分成四种 优先级高优先级中优先级低 以及特殊需求 特殊需求对于特定人群的优先级与高优先级同等 那我说的优先级是指在你当下所属的条件当中 应该优先确保的 在时间空间精力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高中低三种优先级的物资都应该尽量要补全 我们先说优先级高的物资 主食包括了米面饺子面包等等 主食是维持生存的一个底线 要买能放得住的 大米尽量买真控包装的 保存时间更长一些 面条要买挂面不要买鲜面 如果手巧的话 买面粉可以做出各种花样的面食 面包冷冻起来可以放很久 与主食搭配的就可以买各种咸菜腌菜 有了主食和腌菜 一个最基本的食物保障就形成了 在这个基础之上就要考虑一下食物的多样性 所以各类罐头真控包装食品 预知菜自热锅就可以上了 这类东西选择多 口味好保存时间长 不会烹饪的朋友也可以吃到比较美味的食物 而且重盐重油在这个时候它是一个好处 因为你可能没有时间去买油买盐 甚至买锅了 再来无论你是什么年纪 老人小孩或者中青年都建议买一些奶粉 它比液态奶不占韵力不占空间 同时能够提供营养补充 那说到营养补充了 接下来呢就建议购买维生素片 这个东西我只在小时候吃过 长大后从来不吃 但今后我会再加肠备一贯 接下来这个极为重要仅次于主食 就是慢性病常用药 像高血压糖尿病 老年痴呆症这些药物都不能停的 如果是处方药的话 尽量与主食医生多沟通 尽快尽多的看 接下来几个是针对疫情特别准备的 首先是口罩 这个不用多说了 如果有条件的话 加购医用格力面罩 购买N95级别的口罩 接下来消毒液 因为物体上衣服上病毒都可以留存 所以出过门取东西都要消毒 最好是购买可以稀释的消毒液 注意平时的说明 物体表面消毒 衣物消毒这是基础的 如果能够伤口消毒 说明没有腐蚀性 你就要推荐这种 当然如果还有环境消毒的功能 那就更加推荐 请严格遵照 瓶身上的稀释标准使用 另外喷消毒液的时候 记得戴好口罩 消毒液的挥发性可能会呛到你 再往下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提示 就是保鲜膜和保鲜袋 这两个东西 当然有保存食物的用途 但更重要的是防病毒的用途 我们家是一个阳性楼 在出现第一家阳性以后 我们就在楼组群里面 给邻居发消息 用保鲜袋装水 堵住所有的下水道 用保鲜膜把拓排油烟机都封起来 这样可以一定程度上阻断气溶胶传播 拓排油烟机 排风扇 换气扇 这些都是同理 如果你们的楼的气道是通的话 就必须要封上 可能因为我们每家都这样做了 所以病毒在我们楼的传播 被有效的遏制了 以上就是优先级最高的物资 这些几乎都是必须的 接下来是中等优先级的物资 首先还是吃的东西 各种新鲜的或冷冻的肉类 这些东西在冰箱冷冻里面可以保存很久 之前我把罐头类的产品放在高优先级 是因为它的保存不需要冷冻条件 冷冻的空间是有限的 所以应该要尽量用在刀刃上 有食材却没有调味料 那就很尴尬了 不下厨的人不知道厨房里面居然有那么多东西 瓶瓶罐罐的真是不少 尤其是拎下一桶油的话 半个人的运力就被占掉了 所以在紧急采购的时候 可以考虑汤底 火锅底料 咖喱这种成品调味料 不会烹饪的朋友也可以很轻松的制作出美味的食物 这种时候好吃的东西真的会带来心灵的治愈 同理如果有可能的话买一些零食 能让自己的心情好很多 吃的东西在中等优先级里面最后一个就是水果 我本人是不爱吃水果的 但对有些朋友来说 水果是补充维生素的重要手段 水果的种类建议选比较耐放的 比如说苹果 我能吃维生素片就可以了 感觉比较好养活 接下来是跟生活有关的 垃圾袋 越是疫情卫生就越重要 我们家一直在坚持垃圾分类 所以说垃圾袋的使用速度非常快 虽然这个东西超级常见 但是它还真没什么替代品 一旦用光得不到补充就很尴尬了 再来同样的道理 各类的卫生纸 洗护用品 女性用品 这些东西替代物有 但是比较少 比如洗发露用光了 那就用沐浴露 或者用肥皂来洗头 也不是不行对吧 酌情准备 接下来急性常用药 创可贴 因为在家里可能要自己下厨 所以切到手的概率就大大提升了 至少就用上了 其他的比如肠胃炎 胃药等等 这些根据自己的体质也尽量备一些 我也用上了 最后一个提示是电池 这个电池包括我们常用的 5号电池 7号电池 纽扣电池 还有一个是煤气灶里点火的电池 有人因为这个电池没掉了 直接烧不了饭了 也很无奈了 接下来是优先级低的 这些东西意外的是 大家在第一时间很容易去购买的 首先是新鲜蔬菜和新鲜豆制品 这些东西保存期短 有的蔬菜 它即使冷藏也没办法保存太久 豆制品则容易变质 这些东西水分多 占韵力 我不推荐大量购买 再来是各类饮料和鲜奶 这些都太占韵力 我还是更推荐奶粉 冲泡粉这类固体饮料 再来是方便面 虽然我们第一反应都会去买方便面 但是方便面跟挂面不一样 长期吃 顿顿吃 身心都会受不了 最后是绿水装置 因为我看到有人买瓶装水 我觉得这是对韵力很奢侈的一种消耗 注重饮水的朋友 还是推荐各类绿水装置 高中第三种优先级的物资都说完了 最后一块我叫它特殊需求 它们不是所有人普遍性的需求 但对特定人群非常重要 所以这一块做一个特别提示 首先婴儿用的尿布和特殊药品 比如有的婴儿它需要抗过敏奶粉 这类特殊产品渠道比较少 需求比较小 要尽量自己去准备 同样老人用的成人纸尿裤等等 这些需要特殊照顾的人群 都需要专门准备 同理宠物食品 宠物用品 然后提示一些上班族朋友 从来不在家里烹饪 甚至烧水的就干净去买锅 热水壶 这些都是能想得到的情况 那还有很多想不到的 比如说我们家把炒锅的玻璃锅盖给砸碎了 吸碎 最后咖啡 可能有些人第一个要确保的就是这个 我一袋滴漏可以喝一整天喝到无色 已经是常态了 最近开始吃咖啡一口香糖了已经 跟咖啡同样道理的 就是各种能让你开心的东西 在严峻的疫情下 与我洋洋洒洒说的这些物资 同样重要的是一个良好的心态 如果外界信息让你觉得压力很大 心情很差 应该适当少看 如果还能够线上工作的话 尽量站好自己的岗 所以我这集做完 还是该继续聊音乐 最后祝愿这期节目 永远躺在你的收藏夹里 你永远不需要打开 而当你必须打开的时候 它能够给你一些方向 祝大家健康平安 下次聊音乐再见